不錯的話按照你們的期程是第一階段長照十年計畫 然後接第二階段再進入第三階段對不對 是長照服務法再長照保險法 如果我們把過去在做健保前面的做個類比的話 前面有醫療網的設置 在美國70年開始醫療網設置 所以把整個delivery system建構起來之後 再做保險 我這樣理解有沒有錯誤 是就是這樣 大致上是這樣 那這邊就有幾個東西是我感到比較懷疑 一個事情是你們為什麼都是很輕居家這一塊 因為所有的老人他只要是一件機構老化都更快 我在台灣沒有看過一個像樣的機構 簡單講如果太貴族的我沒有機會看不到 我沒有看過一個像樣的機構 所有的老人全區在那裡 一個房間擺好幾張床各式各樣 所以在我們普吉斯福利照顧的服務跟健保的概念裡頭 是要很多的居家服務 譬如說 突然有基金會 他可能設計到說 兩個人一組 一個擺三次 可能一個月九千塊 就是要讓大家都用得起 就處理上面要 成本能夠降低 但是達到服務 只要他在家能夠盡量照顧得好 不要進機構的話 才會 他才能夠活得好 活得久 附帶價值是他省了資源的浪費 就是資源一進機構之後就很可觀 署長你同意嗎 是我想 居家 目前佔了71.2% 那這個呢 大部分還是在設政那邊的 所以居家其實是這裡面的大中 最大中 你所謂佔71%是 他會佔整個支出的比例裡面71% 還是他佔服務的量裡面71% 服務的量 服務對象 那我們就講一件事情 你服務的量佔的大 服務的量多 可是可能佔的錢少 對不對 這 還想多 對不對 對嘛 那我們再講一件事情 如果說我是一個地區醫院 我上面有療養中心 我下面有醫院 他有健保卡 那我這個某某醫院 我同時管這個 這個 這個需要團體照護人在這裡頭 他如果是應該看白 我就給他入健保卡 那要請長照保護 就去你面前去站 我現在憲報的業績目標沒達到 我就再給他入健保卡 這個事情可不可能發生 當然這個我們要注意到這個事情 這個事情可不可能發生 我上次質詢你的時候 我提到健保會 健保會裡面西醫的服務提供者裡面 六個裡頭 有四個是醫院經營者 你嚴重的向醫院經營者傾斜 說到你跟所有的醫院經營者關係匪遜 這個事情對你未來非常不利 如果未來在長照保險的走向上面 你在有圖利醫院的傾向 因為我們講到說今天 他是會以盈利為對象 如果說像長根這麼大的體系 我再講一遍 他495億的營收裡頭 200億來自於鼓勵 剩下的還要再轉投資到台塑四寶 他都成為台塑四寶的最大持股 然後再去買益傳媒 把我們眼睛遮起來耳鼻遮住 這個事情現在就發生了對不對 這個事情是不是事實 是嗎 我講的都是媒體的數字 這個是事實 所以未來長照保險展開之後 會不會是現在 平營的健保的業績沒達到 那個平營那個 從長照機構那些又拉下來 路路的 路路的調給你 這個事情可能會發生嗎 我想這個要特別注意 對 可能會發生嘛 然後你的所有的政策裡面 都跟醫院經營者特別的傾向有關 你覺得 如果過去你做的決策 你累積起來 跟大家看到的performance都是這樣子的話 我們如何信賴 把長照保險交給你呢 大家都講說 長照保險法是個 長照機構法 是為了圖利機構 我剛剛為什麼問居家 居家部他佔的費用可能少 可是他卻是最大貢獻 就像全民的健康裡頭 預防的部分 公共衛生的部分 是看得到 比較看不清楚的 他佔的資源少 就像醫療這樣可以吃這麼大 早期的公共衛生的投入 才能夠讓健康有更大的貢獻 可是他就受到 都會很正 足夠的忽略對不對 來處理這件事 你趕快怎麼處理 我想我們還是居家 還是非常重要的 那麼我已經做了盤點了 而且這個盤點裡面看起來 還是居家跟社區 我想是缺口比較多 所以我想我們會兩方面都同時進行 事實上這個跟機構 倒是沒有那麼大的差 那麼大的關係 這個我想原則上還是居家 那我已經提出來說我們目標第一呢 就是社區式的服務呢 我們先會在一百零二年 還有另外還有居家呢 我們希望在一百零三年 這是第三個目標 那另外 做什麼做什麼 要把這個所有的這個網路 先把它做起來 那麼建置這個所有的居家式 服務的一個據點 市長 他那個米生產線 網路不是倒到的 像那個機幕倒到的就有 那個網路也要示範順不順暢 那我能不能用耶 當然 而且我有對個東西非常的保留 你們的報告裡頭提到呢 你照顧十年計畫對象要五年內增加十二倍 如果說十年計畫是從二零零八年開始 也就是民國九十七年開始 你現在過去做那麼久了 都不能夠補足現在的需求 你在五年內要突然增加十二倍 你這是怎麼做 來你來回答 跟委員報告 這個是呃 現在在去年一百零一年底 那實際服務的人數已經叫我們九十七年底 已經成長十二倍 現在九十七年底 對 我們從服務涵蓋率 當時的服務涵蓋率 那到去年底的服務涵蓋率 已經達到百分之二十七 所以成長十二倍 自己人數已經發生了 你們自己的語意不清啊 我沒說錯吧 好 那再一件事情 請問一下當初建構這個醫療網 不管是第一期或第二期總共花多少錢 第一期或第二期總共花多少錢 醫療網 我們請一四處來回答一下 那個時候我不在 報告委員我想這個資料是 這是葉林專當處長的時候 對對對 那費後再提供給委員資料 因為這個第一期是在 我要問這個是說 你現在呢 從九千零八年到現在 你總共編了一百二十四點五億 還講說你動用第二預備金 已達五點四億 可是我們過去 對於第一期第二期醫療網 投入的錢 絕對不止於這樣子嘛 所以如果 如果投入不足 投入是不足的話 其實是要反應 我沒錯吧 我想那個 這個投入算是夠了嗎 你們有沒有為這部分在作爭取 這個可能我們 如果我把醫療網 作為是長照保險的錢 這個建構長照十年 是為了像建構醫療網一樣 那你如果說你服務對象 還有件事喔 處長 來 你這個從二點三上升到二十七 可是你可以速度快到你二零一六年的時候 就百分之百嗎 我們通常喔 如果以像日本跟韓國的經驗 一般來說 我們大概涵蓋率到百分之三十五 差不多三十到四十當中 他可以上路 但是兩年內 以國外的經驗 兩年內他的服務 會需要提供服務 現在是不是很多醫院的經營者 叫他們的護理師去外面 另外成立協會 或是準備做這些長照的 這個療養中心 不管他們怎麼樣成立 他必須要符合我們的法規 不管他怎樣嘛 所以我剛剛一開始 醫院那個趨勢會發生嘛 最近醫院經營不上之後 他就有一部分就開門療養院嘛 開門療養院之後 以後就是 一拿沒錢的薰 我們的長照保險 跟全門協會 就當作提款機 像現在也有一些 我所知道是有一些 像這樣子的機構 他們造趣味不實 但也都被我們的健保局 給了非常重的裁罰 我們都只能用 一直最後去罰那樣的 你們有辦法在制度設計的時候 就走在前面 還是我們病人跟整個全民 都要變成醫院的肉票 當然不可以 我們必須要在制度上 署長我再講一遍 你的健保會 向醫院經營者傾斜 太厲害了 現在他消費者 付費者代表已經佔到一半以上了 現在事實上 現在要除了醫療分壞 跟為什麼在西醫的付費裡面 為什麼要給醫院六席給四席 這個是一直都是這樣來的 而且不管是那時候的監理會跟廢學會都是這樣 那過去不對現在能不能改 如果過去是有問題現在能不能改 是因為 你有跟全部的醫療服務提供者溝通嗎 你有跟全部的醫療服務提供者溝通嗎 做了弱勢科在醫院裡面就是被犧牲的啊 市長你是外科系出身 你也許都處於在比較有利的環境 所以你很難想像弱勢科的狀況啊 我做過外科醫學會理事長 光外科醫學會就有十幾個學會 外科系 外科不是都師科啦 所以其實我外科醫學會也沒有辦法代表所有的外科 那你們有做努力嗎 我有問啊 有在努力 我說內外父兒 我們那個主決議我再講一遍 我說內外父兒必須進入這個健保會裡頭 有具有代表 這是耳邊峰嘛 我們主決議無效吧 有 那個楊理事長事實上他們自己去協商 跟內外父兒的協商 最近他已經 你把那個臨時別人的 人 醫院經營者 如果不是醫院經營者臨時醫護的話 會有血汗醫護嗎 你叫那個臨時的人就跟他協商 這樣子 你叫那個臨時去跟他協商 我想這個 事實上 那個 我們已經把上次代副署長也把那個單子給各位看 就是 給委員看 就是我們已經把那個被位的名單都用內外父兒四個科來 那其實他們 那些都是醫院經營者 那些如果順便是內外父兒 特別是父兒科的話 他都是醫院經營者 這個問題問到這裡 你們後面幾位請問 請問一下署長 那個 你在潮到保險的規劃裡面 本勞跟外勞你的立場是什麼 事實上這個樣子 這個 我想外勞來說 我們是 兩個是互相搭配的 那麼 原則上呢 我們外勞還是盡量給他訓練 教育 訓練 然後讓他也能夠成為這個照護服務員的方向來走 大概 你外勞是被臨時的嘛 可是他相對也擠壓本勞的這個就業機會嘛 我沒有看到政府有做任何一個努力 是 這個事實上我們一直在對話 市長 那個曾市長 一併好不好 你們有做任何一個努力嗎 再提供 再把這個本勞部分盡量拉起來的部分 是 有這一個部分我們大概對居家服務提供的一個單位 第一個就是補助我們居家服務提供單位 他的勞健保還有勞退 提供百分之到 補助的比例提供到百分之九十 另外一個部分就是說 我們在 他的一個交通會的部分 偏遠地區的交通會 原先是一千我們都把它提高到一千五 還有督導費用也都有提升 這個都便宜行事 你知道我這樣講 你們的回答都空洞了 我不是問立場什麼 你要告訴我配置的比例 或是你要逐漸減到多少 你有沒有個時間騎乘 然後你本勞部份要怎麼樣拉起來 因此其實一個是 一個是這個國外的勞動人口 在台灣衍生的社會問題 跟他們受到的這個被淋虐的問題 好 我們在國際官方不好忍受 另外是說 其實他也是一個重要的一個照顧產業 可以讓這個台灣人更多的一個就業 我想你同意嘛 市長最後一個東西問一下 商業保險的問題 就是說 我在幾次質詢那個理部長的時候 那個檢司長 我幾次質詢這個東西的時候 有問到 你們都說你們沒有被行政院知會去開會 就是說 查法保險納入這個抵稅的問題 跟這個金管會那邊的協調 你們後來有去追這個事情的進度嗎 有 已經有把委員提問的這個部分 我們有跟財政部說 以後如果他們有類似相關的會議要通知我們去 那現在有進度嗎 他目前還沒有進一步的進度 在長照保險到2016年才要上路之前 如果說現在商業保險進來 他們的進核會是怎樣 是不是會讓長照保險有受傷 或是至少 或是說會對這個 投保的大家 民眾受傷 你們有沒有做過研究 我提過很多次嘛 好起來才讓許叔母人家人去照顧 如果散起來 大家就去賓門醫院那樣的大 結果沒有用的就去賓門醫院 是不是這樣子 其實像這個到底要不要產業化的這個部分 其實是一直在被討論的 那我們最近也在找學者專家一起來討論說 哪一些是可以給那個產業去經營 那哪一些是我們自己不能夠給產業經營 那這一塊我們會來跟學者專家 還有民間團體一起來討論 謝謝